一音音调节目 来了来了来了 你们准备一点零食吧 要不然我感觉好没氛围 我这种姐妹的谈话 我都穿上睡衣点了零食 我的天哪 接下来就是说一番就是嗓子讲哑 不讲哑不许回家 先来看看你们给我发了哪些评论 你们现在的评论的人就扫了很多 大家是不是对我没有分享欲了 第一条说可不可以拍刘和平的一天 你们不仅对我没有分享欲 你们甚至都不想看我的一天 想看刘和平的一天 刘和平的一生咱们就是可以概括为 吃 喝 拉 撒 睡 玩 听起来跟我们差不多呀 能亲你男性一口吗 不能 你们怎么都喜欢看 吃块些东西啊 我就不想看别人亲亲 我一定要看私播 问我白眼第一次见我爸妈的情景 以及平常是怎么相处的 这一点是我很敬佩男性的一点 就是他可以跟长辈们相处得特别的 不卑无亢 然后又其热隆隆 我是做不到 我只要跟长辈在一起的话 我就会有点拘束 想看溜溜拍一个最懒的 一天能懒成什么样的Vlog 你翻翻你家的监控 你就知道这个Vlog什么样子了 大家都一样 有和小麻一起的旅游计划吗 有 我们7月份都准备去旅游 她不是现在生命了吗 她现在还有伤口没有愈合 所以我们俩就不适合待在一起 因为我们俩待在一起就太快乐了 就那个线可能会笑得崩开 不是很利于她身体的恢复 当我主持尼姑安的时候 我在担心 但是已经先打掌了 我还在担心 那种牡丹漂亮的开放者 看这种谈恋爱真的香 也还好吧 这是我大学毕业谈的第一段恋爱 我已经大学毕业五六年了耶 我也算是一个事业心为重的女人吧 再说了 什么叫从前主持尼姑安 我永远都是尼姑安的人 有哪条法律规定的说 和尚尼姑不能嫁娶啊 信仰在 安酒在 安酒在 哎呦我真的太喜欢喝可乐可乐了 溜子怎么调节情绪的 每次看到视频都觉得你的性格好开朗 好像很快能消化到坏心情的样子 我是不太容易生气 我属于是比较开得起玩笑的那种人 喝酒不是什么好事 但原来跟我一起喝酒的 大家都戏称我为坦克 但我从来没有急眼过 我不是没有情绪 我情绪很多 但是我会一边发泄情绪 一边该干嘛干嘛 就是情绪这个东西是阶段性的 你千万不要因为今天情绪差 然后你就耽误了明天要做的事 这样你后天心情就会更差 如果我心情很丧的话 我就会在家里唱跳 全开麦做内娱唱跳电话板 什么K-POP 宅舞 全部都不在话下 咱们就是死死的跳 这些事情是不是听起来 好像都会在gay吧里做的呀 不管了 反正就很快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我就能调节过来了 然后我不建议大家暴影暴失 好 上了一口 有东西 好了 地板也要擦了 睡衣也要换了 终于有姐妹正经的 说一切咱们就是这种 茶话会该聊的话题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她和她妈妈关系不好 她妈就经常会打压她 然后让她觉得很没自信 而且她妈妈还意识不到 其实这种父母不少见 读书的话就考到一个 又远又好的大学 用寒暑假打工 用平时周末兼职 争取早日经济独立 如果不是学生的话 那就是早日经济独立 怎么说呢 你想要摆脱原生家庭的 第一点就是 你要经济独立 你才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不能说这是我父母啊 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有点余孝 就是这种畸形的爱 就早日远离 我不管是这种父母 还是说朋友 还是说爱人 只要对你有那种 打压的心事在 那就少跟她玩 交代这种人就是蛮自卑的 她就喜欢说别人 真正很自信 有涵养的人 从来不会去打压别人 只会鼓励别人 所以姐妹们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要做自信 有涵养的人 从今天开始 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先夸别人一句 今天你这条裙子很好看 你今天皮肤好好 你今天这个分底也不错 相信我 你只要愿意这样子 散发善意出去 你就会收到更多的善意 如何找到和白骨 一样帅的男朋友 我如果说我在现实里面 没那么看见 你们不会就是我装逼啊 就其实我收到过很多 那种私信评论啊 大概就是说 她很帅 然后说 为什么会瞎了眼 找到我这种话 我也觉得在放屁 就我也很优秀 好不好 从来没觉得 她长得帅 我就配不上她 不能光看外表 对吧 所以你说 要怎么样找到 一个帅的男朋友 第一 你就不能自卑 你就要自信 你就是我配得上 我不需要找 帅男人 会自己送上门来 你就是拥有这份自信 但凡你只要 在帅哥面前 表现出了那种 不好意思跟他讲话 哎呀他好帅 哎呀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话 you lose 你就是哎 嗨帅哥 自然而然的打招呼 你帅怎么了 我也很优秀啊 给他这种姿态 是全自卑铺吗 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吗 是 可以 但我最近萌生了 一个想法 就是我还蛮想去 找份正经的班上的 人越忙 越不焦虑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生日的时候 打三份工作 我记得我好像提过 给你们三份工作 一份是夜场脱口秀 然后竖屏的账号制作人 然后第三份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的号 我自己在做 你们不是还有很多人 好奇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因为我跟你们说过 我是学视觉传达 就平面广告嘛 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不要做平面设计 校招的时候 我应聘的就是营销岗位 校招进去了以后 三个月去做了 销售总监的助理 制表啊 定表啊 然后催促工作的进行啊 有没有ESTJ 我真的觉得 管理的那种感觉 让我觉得很爽 我把所有东西 都弄得津津有条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职场之王 没有那么夸张了 其实就是说难听点 可能就是个文员吧 就是当时 哪个瞬间觉得 白给就是那个人了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 不因为一个瞬间的事情 然后心动的 那个年纪 那个阶段 从前 可能谈恋爱就是 第一眼看到他 就是这个人 我好喜欢 我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 我要永远爱他 然后现在不是 我觉得他不错 我们可以谈恋爱试试看 第一个月的时候 不错 第五个月第六个月以后 可能那就是这个人了 我们现在状态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姐妹们 我要就是 一下恋爱脑的那个血压 哗 冲上去 我就 我就 爱他 爱他 要死 不能说因为一个男孩子 在一些小细节上 给你扶了个椅子 给你披了一个衣裳 给你扒了个虾 给你过马路的时候 牵着你的手 你就不行不行的了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难度 其实真正难的 是 他关于你有没有未来的计划 他关于你做的每个决定 是怎么样的 就这些东西 你才能看出来 他是不是对的人 那他是一个长期 才能看出来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商量我们要不要来武汉这个事情 回武汉的前一个月 他都非常焦虑 就那种很害怕的感觉 他跟他朋友就是去聊天嘛 订的门禁是12点钟 但是他那天可能就10点钟不到就回来 我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他说我跟你回武汉 就当时他朋友在劝他可能说如果你要是就这么难受的话 你要不就留下来 但是他一想如果没有我的话他更难受 就是他受不了 他对我付出的这个东西 我真的做不到 不管他日后会不会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婚姻里面吧 你说不准的 对吧 但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做的那个决定 是非常值得respect 就这个事情我敬他一辈子 有没有商量孩子的名字 有的话叫什么 我想好了啊 我想的是就是女孩子的话啊 就叫开心 男孩子的话就随便 一定要看我跳爱你 舞蹈 哪里 宇宙甜心W 谢谢你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这几个字了 现在大家都喊我张飞 觉得现在的自己算成功人士吗 怎么算得上成功人士 就我们这一行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感觉啊 如果你是在别的行业的话 你会有一个行业的经验的累积 你会越做越值钱 但我们这一行就是你越做得久 你就越与社会脱节 就代表如果你失去了这份工作 并且你这份工作可能随时失去了 因为就互联网 你跟人说了就了就了很快 就你可能真的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所以我就刚刚说 我说我想找个班上嘛 就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反正我眼里的成功人士啊 在这个行业混了很多很多年 然后很努力 然后有自己的地位 有自己的资源 就手上握着的东西 是不可被替代的那种 就是那种打磨出来的成功 才是真的成功 然后真的聊了很久了 就是嗓子有点 然后焦了啊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栏目的话 给我点个一键三连 咱们以后就多做 然后你们也不用一直问我问题啊 说出你们的问题也可以啊 就聊天嘛 这样子 如果大家真的想看得多的话 我们点赞够五万 我们以后一个月一起 那我就每个月吃一次炸鸡 还有一个事情 就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你们那么多人 说我们是第四爱 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 第四爱是什么东西 我看起来很像铁梯吗 不要再说我们是第四爱了 来 来